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终于我们可以来聊到这个孙子兵法了 孙子兵法在以前Alan的直播里面就常常提到 我对于孙子兵法虽然不是专家 但是因为可能在职场上历练的关系 每次看到孙子兵法都有不同的感受 而且深刻的体会到孙子兵法可以应用在商场上的谋略 还有人生规划 还有非常多的冲突上面都可以用孙子兵法作为一个解套 或者是一个谋略的方式 所以今天算是我们孙子兵法第一集 将来我们会陆续的在孙子兵法13篇的内容里面 来一一为大家分享我对孙子兵法独厚的心得 然后再结合Alan自己本身在职场上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那在这之前我们当然要先聊一下谁是孙子 那到底这个作者到底是谁 那孙子呢 他的名字叫孙武 他是战国春秋时候的这个齐国人 然后大家要称之他为孙子 他算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军事专家 那孙子兵法这一本书呢 其实在早期啊 几千年前啊 并没有所谓的书啊 那时候都是用这个组简 组简上面所刻成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文言文在上面 然后后来才拼凑出来这个所谓的孙子兵法 那孙子兵法同时也是这个世界上的算是最早的一个兵书啊 战国时期 每个国家都不安定 齐国呢 尤其他自己的国家发生动乱的时候呢 这个孙子呢 他就决定离开家乡 来到南方的这个吴国 然后他在吴国认识来自于楚国的吴子旭 然后两个人就非常的投缘啊 那吴国呢 当时的公子 发动了一个政变 然后自立为王 然后这个国王是谁 就是和吕 那么和吕呢 他因为他本身自己有自己的胸怀大自然 执政之后呢 开始任用贤才 这时候呢 升德民心 然后吴子旭呢 这时候呢 就拼命的想要介绍孙子给这个吴王和吕认识 这时候吴子旭呢 这极力推荐 这时候吴王才答应 要见这个孙武 那么这时候呢 就发生了一个 流传到今天的一段故事 然后跟大家分享 那故事是这样子啊 这个吴王呢 见到了这个孙武的时候呢 孙武向吴王推荐他自己所著作的这个孙子兵法十三篇 那个吴王呢 看到每一篇他都觉得拍案叫绝 真的是太厉害了 可是毕竟这是纸上谈兵啊 吴王呢 这时候想要考验他 我看看你带兵的能力到底好不好 所以呢 他给了他一个难题 然后呢 他将宫女呢 全部交给孙武 他说来 那我把这些宫女全部都交给你 让你来训练他们 然后这时候呢 孙武就知道 这吴王和吕啊 给他一个难题啊 想要考验他 他带兵的能力到底好不好 不过他也是没在怕的啦 他于是呢 直接将宫女分裂成两队 并且呢 他任命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宠鸡啊 分别担任这两队的队长 然后命令他们开始准备要训练 然后他事前也耐心的叮咛 这些所有的宠妃们训练的规则 然后而且是三声五令 可是这时候宫女里面啊 就是打打闹闹习惯了 不只没有在专心听 而且呢 嘻哈大笑 吴王的那两个宠鸡呢 也带头在那边嬉笑玩乐 然后这时候 孙武他就震怒了 他下了一道命令说 把这两队的队长 也就是吴王的宠鸡呢 拖出去 要斩杀 那吴王在本来在 这个上面的王位上面 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场跳了起来 他说怎么可以 这两个是我的宠鸡呢 我知道你军令如山 我也知道你带兵的能力了 他们两个也知道 这事情的严重性了 那你就饶恕他们吧 孙武他回答说 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统领士兵作战的时候呢 有当机立断处理 一切危机的权利 不是一切都要请示国军啊 尤其是像在古代作战的时候 不像我们现在有手机啊 有line啊 有电话啊 什么事情都必须打回到总部里面 请示下一个步骤怎么做 在外的时候呢 将军呢 就是要当机立断 然后有一些应变的能力 来处理这些危机啊 所以呢 你现在呢 这个军令如山 而且呢 现在是在训练士兵 就应该当作是 我们在外作战的情况 是一模一样 演习四同作战嘛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 他就决定 还是要将这两位宠鸡 也就是这两队的队长 直接给斩了 这时候呢 这两位宠鸡被斩了之后呢 所有的宫女 全部下呆了 全部立正站好 这时候呢 吴王和吕也知道 孙子的厉害 也知道他带兵的能力在哪里了 于是呢 他也只好乖乖坐在座位上 然后看着孙子呢 继续练兵操兵 将军在外面的时候呢 在当机立断的处理的权力 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样程度 那这个部分呢 各位如果你有常像Alan喜欢这样看电影 你可能就会想到 哇有哪些地方的曾经有想到这样子的段落 尤其是这些打仗的相关的 这些作战的这个电影里面常看到 有一部电影叫《投名传》 各位还记得吗 大哥是谁 大哥是庞清云 由这个李连杰所演的 然后再来是赵二虎 是由谁所演的 刘德华 另外还有江武阳 是谁演的 金城武 记得里面有一段呢 是这个他们在攻打一座城池 然后呢 一直久攻不下 围在外面 这时候呢 他们粮食都已经断绝 后面我们再继续聊这个孙子兵法 你就知道 里面有提到 当你在攻打一座城池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多少兵力才能够攻打 那你要多少的兵力呢 才能够做包围 那多少的兵力呢 是要逃 这在孙子兵法里面 都有给你非常详细的攻略 在里面 这个整座城池呢 久攻不下 可是呢 梁石浩进 气温又非常的恶劣 大哥 庞青云 就决定了 回去找救兵 这个一回去啊 结果呢 一直都没有得到消息 这时候呢 二哥 赵二虎呢 就觉得 不行 他必须要当机立断 来处理这件事情 他决定 他决定 一个人 进到 城里面 去谈判 这个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 这样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啊 因为呢 等待的时间 已经超过了 那 他必须 作为 第一顺位的指挥官 他必须要当机立断 当然 你决定的事情 到底是正确 还是错误的 这个呢 都是必须要事后 才能够做检讨的 所以呢 不管在任何时候呢 我们都遇到这样的情况 譬如说你是业务啊 或者是公司里面的 高阶主管 你在外面的时候呢 谈判到一半 一直僵持不下 这时候突然 对方 给你了一个条件 那 你又联络不到 你的主管 这时候必须 马上当机立断的时候 你该怎么做 这个就有点像 降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啊 所以呢 这段话的解释呢 我们先暂时到这个地方 这个孙子兵法 这本书呢 全部大约 五千九百多个字啊 总共十三篇 那其实并不是 每一个字 每一段 你都必须要知道 其实就Alan 对于孙子兵法的喜好啊 怎么用 就是那几段而已 而且孙子兵法呢 它全部是 以谋略为主要啊 它并没有告诉你 到执行的细节啊 因为谋略呢 就是整个概念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你到底要攻 还是要守 后面的部分呢 我们会为大家来一一的 跟大家聊到Alan所有兴趣的章节 然后来一一跟大家分享 那孙子兵法呢 如果全部要聊到最后 我在猜可能最少要十几以上是跑不掉的 孙子呢 他在整个作战的思维呢 就是以老虎打绵羊 就是以最高的指导战略 我们就是以我们最强的 去打败敌人最弱的地方 好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 那如果打不赢怎么判 就是跑 这个就是他的策略 在打仗的时候 不要去在意你的面子 我们要在意的是 第一个 我们要就打赢 而且呢 要赢得快 因为呢 打仗是一个非常花钱 而且是一个互相消磨 然后呢 会有折损的一个状况 打仗打越久 你的国力呢 消耗就消耗得越久 就好像你的公司 如果打价格战 跟其他品牌打价格战 表面上你可能会打赢 如果还好你打赢了 但是也赢不到什么状况 因为你本人的利润 全部因为打价格战的关系 全部都削弱了 公司花这么多的资金 去买货进来 结果呢 却没有利润的销售 只为了面子之战 只为了市场占有率 到最后呢 就落入这个样的下场 所以孙子兵法里面呢 有非常多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商业上 那在第二集第三集之后呢 我会陆续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第一集呢 最主要先跟大家聊一聊 孙子兵法的由来 然后还有一个孙子兵法呢 大概一些概略 然后跟大家分享 那希望呢 大家会喜欢 再来就是因为这部分的内容呢 它是比较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都会放在 付费的会员内容里面 那各位喜欢的话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 付费会员频道 那就可以听到这些内容 那在底下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那我们都会参考 那我们下一支 孙子兵法 见 拜拜